云天河 风铃 领衔演播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剧 《依非独步天下》 作者 程久 后期 鬼步语 第八百五十二集 纪云开对记忆的人真没有多少感情 他早就知道记忆的人是装病 并没有生命危险 他跑这一趟也就是做个样子 能不能见到记忆的人都无所谓 但是他不想见归不想见 纪兰不让他见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们越是不让他越是要见一见 看看这些人在玩什么猫腻 如果我非见不可能 纪云开坐在软轿上 似笑非笑地看着挡在他面前的纪兰 纪兰的腿都舌成那样 还能跑这么快 真是难为他了 父亲已经睡着了 纪云开 你不要太过分 纪兰看着轻力绝伦的纪云开 有一瞬间感觉喘不过气来 在宫里待了大半年 他多少摸清了皇上的喜好 纪云开现在这副样子 就是皇上喜欢的 要让皇上看到现在的纪云开 指不定 不能想不能想 他不能再往下想 纪云开也是燕北王妃 皇上没有机会 蓝贵妃放心 我只是进去看一眼 不会吵到父亲的 纪云开可以肯定 记得人的病另有蹊跷 也许能挖出一出好戏 纪云开 你还知道本宫是蓝贵妃就好 现在本宫命令你出去 不要打扰父亲休息 纪兰拿出他贵妃的架子 却换来萧九弯一生冷风 蓝贵妃好大的架子 本王都不知 什么时候贵妃有这么大的排长 贵妃的位分确实是高 但贵妃再尊贵也只是在后宫 出了后宫还想摆贵妃架子 那就得看皇上对他的宠幸了 没有皇上的宠幸 别说贵妃就是皇后 也什么都不是 贵妃王 这是我季家的事 与你无关 纪兰咬牙切齿地看着萧九弯 要说他生平最恨非萧九弯莫属 要不是萧九弯毁了他的双腿 他在宫里也不会像现在这般艰难 蓝贵妃是不是忘了 你现在不是季家的人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女子出嫁后就是夫家人 从这一点来说 这里没有一个是季家人 我是季家人 王妃 老爷已经睡着了 还请王妃不要打扰老爷 季夫人季宁与云大少匆匆赶来 看到季云开被拦在屋外 大大的松了口气 只是他们高兴太早了 身为女儿的探望病重的父亲 怎么叫打扰呢 这些人越是不让他进去 他越是要进去不可 季云开无视双腿和膝盖的疼痛 站了起来 王爷 扶我进去 你不能进去 季兰挡在门口 季夫人和季宁也挡在门口 云大少没有上前 但眼神明显是不赞同 萧九安和季云开两人 看也没有看他们 萧九安不赞同地 看了季云开一眼 想要将季云开抱起来 最终在季云开的强势下 乖乖地扶着他 小心点 怎么办点 季云开轻轻应了一声 扶着萧九安慢腾腾地走着 每走一步脚心都疼得厉害 有些后悔没让萧九安抱着 可是被人抱进去 实在是太没有气势了 老爷已经睡了 王妃 你不要任性 季夫人的脸色很难看 哪里还有什么得意 云开姐姐 你不能打扰爹 季宁也开口了 介于青年与少年之间的季宁 少了出现的温润 多了一丝阴冷 也不知他最近遭遇了什么 来人 把他们拖下去 萧九安一句废话也没有 直接命令手下的人动手 燕北王府的人沉默地上前 手腕一动就把人隔开了 季夫人和季宁狼狈地摔倒在地 季兰脸色发青 放肆 你们敢碰我 我是黄贵妃 兰贵妃 是我们动手 还是你自己让开 暖冬站在季兰面前 客气地给出选择 你 季兰脸色一变 暖冬说了一句得罪了 就把人撞开了 季兰尖叫一声摔倒在地 气急败坏地大骂 暖冬却是听也不听 打开门 请季云开进去 季夫人和季宁风势地上前阻拦 却被燕北王府的人挡得死死的 连进季云开的身都坐不到 季府的下人就更不用说了 早就被燕北王府的人吓蒙了 根本不敢动 云大少看到这个情况 心里明白要糟糕了 想要悄悄溜走 却被燕北王府的侍卫挡住了去路 云大少 你现在还不能走 这是季府 你们有什么资格拦我 云大少想要据理力争 燕北王府的人却不理会他 也不对他动手 只是不让他走 季云开在萧九安的搀扶下 慢慢走进室内 一进去就闻到一股不舒服的气味 不由地皱了皱眉 这多久没有开窗子 多久没有打理卫生了 季导人就算病了 季府的下人也不敢怠慢他才是 拉开帘子 屋内暗的下人没有一丝光亮 气息浑浊 完全不利于病人休养 哗啦一声 帘子拉开 昏暗的光照了进来 虽然不够明亮 却足够让季云开看到 躺在床上一脸挥败 消瘦得吓人的季大人 病得这么严重 出于大夫的直觉 季云开觉得季大人这病不寻常 不顾萧九安的劝阻 走到床前 亲自为季大人诊断 这一诊断 季云开就笑了 果然是贤妻孝子啊 听季云开嘲讽十足的语气 就知道他说的是反话 季家 啊不 应该说季夫人和季宁 季兰要倒霉了 王爷 封了季府 报官 尚皇上派御医来 季云开扭头看向萧九安 冷静地说出自己的要求 去吧 萧九安只说了两个字 燕被王府的人就以最快的速度 控制了季府 完了 完了 这下全完了 季夫人趴在地上半天也爬不起来 面容苍老的如同五六十岁的老玉 一点贵妇人的气质都没有 季云开 你疯了 你不知道什么叫家丑不外扬吗 季兰破口大骂 但更多的是惶恐和不安 私底下他们怎么做都可以 但不能暴露出来 一旦暴露出来 他还能回皇宫吗 他还能做独宠后宫的蓝贵妃吗 不会的 事情要是暴露了 皇上一定不会要我的 一想到那个可能 季兰就全身颤抖 撕心裂肺地大喊 季云开 不可以 你不可以这么做 我求你了 算我求你了 你走好不好 以后我们桥归桥路归路 我再也不找你麻烦了 再也不嫉妒你了 季云开 你走 你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走好吗 然而 现在什么都晚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真